71岁演员李彼得患病献财困,粉丝刘鸾雄宋钱解忧,被误以为是骗子。 71岁的香港音乐人兼演员李彼得,近日频频上娱乐新闻,他因为患病导致财困,性的干儿子黄宗泽雪中送炭。 事实上,李彼得更希望自食其力,现于TVB拍戏的他,已经停工三个月,他曾致电高层曾丽珍,可惜对方没有接电话,令他相当彷徨。 2月22日,李彼得接受媒体访问,透露自己的经济困难已经缓解,除了有黄宗泽的支援,大家熟悉的富豪大刘刘鸾雄看到新闻之后也慷慨解囊,不但帮他支付医药费,甚至连生活费都包了。 李彼得接到大刘秘书的电话时,觉得难以置信,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对方,直到对方秘书问他拿银行账号,他才确定是真的。 据秘书透露,大刘是李彼得的粉丝,很欣赏他填词的歌曲,也喜欢他饰演的角色。 阔泰甘比曾在访问中表示,自己丈夫平时看到新闻,发现有需要帮忙的人,就会让秘书或者甘比联系对方,伸出援手。 他每年通过刘鸾雄慈善基金帮助不少人,每次都相当低调,不会公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